那时候,耶稣一下船 看见一大伙群众 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 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 所以开口教训他们许多事 时间已经很晚了 他的门徒来到他跟前说 这地方是荒野 且时间已经很晚了 请你遣散他们 好叫他们往四周填设村庄去 各自买东西吃 耶稣却回答说 你们自己给他们吃的吧 门徒向他说 我们去买两百块银钱的饼给他们吃吗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有多少饼 去看看 他们一知道了 就说 五个饼 两条鱼 于是耶稣 于是耶稣吩咐他们 叫众人一伙一伙地坐在青草地上 人们就一主一主地坐下 或一百人 或五十人 耶稣拿起那五个饼和那两条鱼来 举目向天 祝福了 把饼辟开 递给门徒 叫他们摆在众人面前 把两条鱼也分给众人 众人吃了 也都饱了 人就把所剩的碎块收了满满十二筐 还有鱼的碎块 吃饼的 男人就有五千 请不吝点赞 订阅